今天日期后面要加一个日期,预设是没有,再来是文字下方插入一个影像,一条线,LINE的GIF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在新书登场跟认证课程的文字下方插入一个水平线 水平线OK,那宽度是700个像素,并且是靠主对齐,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它完成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日期,那你想说20是不是自己打,不是,题目不是要你自己打 是要你用什么插入里面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个所谓的日期,你要用这个插入日期 那这个插入日期跟你自己打有什么差别呢,你如果用这个插入日期,它会自动取得今天的日期 那如果说,如果你用打的话,这个好像不会,这个每一天都会变成今天日期 就是你明天会变明天日期,那如果你自己打的话,不会变动 那所以我们这边用插入一个日期,OK 然后格式的话呢,用哪一个呢 当然题目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说那个,它要长得像哪一个啦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我们最后那个完成的画面的这一个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20,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格式 dash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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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的符号,然后在中间间格 所以你也选的时候选这一个,不要选错了 按一个确定,OK,好,那我们就出来今天日期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把那个第一个部分完成了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再来看一下 加一条水平线,加在哪里呢 文字下方,在什么什么,这个日期的文字下方 加入一条水平线 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水平线加到里面来 加的位置哦,我先确定一下 应该是放在这个考生服务网这边下面 跟这个的上面,所以应该是这个,所以那最快的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嘛,我刚刚讲过这个line这条线 拖拉过来放开,直接按确定,这条线过来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嘛,就是在最后的这个字上面 有个空白的段落,拖拉过来,记得不要放错位置了 按确定就可以了,好,两条线完成了,用拖拉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在什么新书登场跟认证课程的上面 应该是上面吧,如果不确定的话 请你自己再看一下那个题目 它说在什么,文字的上方 插入一条水平线 水平线是700个像素哦 而且要靠左对齐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尽量去记一下那个关键点 上方水平线700靠左 那如果你将来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你一个做错,等于也是做错哦 OK哦,所以要记得哦 那怎么样插入水平线 记得哦,你不是说自己在那边按一下 哦,那你怎么算700像素 那不是这样子 不是自己在那边按哦,OK 那怎么做呢 记得一样,插入 HTML 这个地方哦,有个水平线 位置记一下,这个地方 HTML里面有个水平线 这个时候呢,你按插入水平线 它就帮你插入一个水平线 插入 HTML水平线 OK,它会帮你插入一个水平线 第一个完成了 第二个它的宽度是不是700 你不确定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700 很简单,点它一下 请注意一下哦,下方会出现有个宽 离开就没有了 点它下方会改变 宽度请你输入700 单位一样是像素 OK 然后呢 对齐方式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靠左 OK,应该懂了意思吧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点它一下 700 靠左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所以点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点出700 然后像素 对齐方式 靠左 OK,完成了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考你什么 熟不熟的功能在哪里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刚刚的这个第几个 第四个动作了 第四题 然后第五题的话 格式 那我就插入一个格式 这已经做了 所以这个 其实就是先做了 格式部分的话 它要我们做类似像这种格式 再来的话呢 设定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认证课程 就是标题 设为标题一 然后呢 将下方的文字设定为项目清单 而且样式要是方形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因为你这样分不出来 到底这个文字里面的 到底有哪些重点 其实重点标题在哪里 最新消息 请你把它字放大 怎么字放大 特别注意哦 选取最新消息 二 刚刚本来是HTML 我把它切到CS 请你再切回HTML 这边就会出现段落 有个标题一 特别是从这边切过去 标题一 那标题一呢 字一定是最大 一样 这边把它改成标题一 所以有三个东西 实际上是有三件事情 那三件事就是 这个 里面的话 其实这边 这个网页里面呢 就是会告诉你 有什么最新消息 有什么新书 还有有什么认证 OK 那你可以把这个认证加上去 有三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它里面有哪些项目 你会发现 将来 这样子分散开来 看不出重点 所以一般是会把这些 怎么样呢 再改成项目符号 那你想说 应该知道项目符号吧 就开头会一个点 一个点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那这个地方在哪边设定呢 请注意 一样是HTML 里面 找到 有一个叫项目清单的功能 有没有 其实看那个图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点点点 点下去 OK 它就会是什么 一个项目符号的 产生 OK 但是 里面前面是圆的 那可是题目要什么 要的是方的 那怎么做 我们先把这边先设定好了 项目符号 项目符号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本来是圆的 要把它改成方的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设定 其实呢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加上那个项目清单之后 再来的话 你把它按右键 右键里面呢 就会多一个所谓的清单 那清单里面的话 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所谓的属性 从这边 这个可能有点是内部的机关 这可能要再稍微找一下 那特别注意 它的项目清单的样式 预设是原型的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方形的话 直接按一下什么 方形的 OK 按确定 好 那这边的话 一样 机关在按右键 清单 属性 方形 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你把它先设定好 只要按右键 清单 属性 把它改一下 反正放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完成到第 第几题 第六题了 OK 那等一下还有 七八九 就完成了 OK 好